福星里、田东路以及三角巷的路面破损问题 困扰地方民众许久 在经议长何胜丰向县长林明珍反应后 林县长在日前也前往实地会刊 并折成相关单位紧述规划工程 改善路况不良问题 对此福星里长林启发 也感谢何议长与林县长对地方的关心 我们议会侯议长来这 拜托我们这儿老大人 我们老大人就跟我们议长翻译 这条路是很败的 还有我们议长林县长也跟我们议长说 议长特别重视 就交代管长说这条路 其实很坏坏 所以我们会请公务处养务科 和团务科以最快的速度来发包施工 当时管长这次一定要带我们支持 让我们几年来没得来关系问题 这次管长来把我们处理好 我们几年都非常感谢 我们管长会到三天 福星里田东路以及三角巷路面破损问题 能够得以解决 让民众能够安全的通行 县议员尤浩也感谢议长何胜峰 与县长林明珍对地方问题的重视 并期许道路秀散的工程能早日完成 在地的民众其实一直长期受这个道路的坎坷所苦 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特别感谢议长跟县长 还愿意拨一百多万的经费 还做这个路面的维修维护 那未来来讲的话 相信这条田东路三角巷的道路 还可以更为平坦 那让大家回去的道路可以更安全 议长何胜峰表示 福星里田东路以及三角巷路面破损 困扰地方许久 此次林县长能够折成相关单位来改善问题 感谢林县长的用心 也期许工程能紧速完成 让民众有安全的道路可以通行 记者卢宇凯竹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